我们即将离开秘鲁了 然后我们想进行一个为期三天两夜的徒步之旅 三天两夜里面我们打算去三个不同地方 而且都是非常神秘的地方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要先去拜访一下一个所谓的星际之门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遗址 这边能看到一些骨科业 因为一般本地人会用骨科业来祈福 去看看星际之门长什么样子 啊哇哒哇这是一个门哎 对啊 这就是那个星际之门 这里面还有这个还有 一般这种门都有两道 你看它有两个框都是据说是一个是穿越身体一个是穿越灵魂的 就这个门它是说可以穿越到埃及去了 他们你们相信吗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门是否真的是星际之门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没有办法去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么规整的篮框在这里 而它是直接在这个石头上雕刻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非常像那种电影里面的场景 对 就是你要你现在有过什么法器或者什么才能触发这个门的打开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个瀑布 然后那个瀑布的顶上也是有遗迹的 但我们大概还要走个两三个小时 这路上灰太多了 我们俩现在走的筋疲力竭 看看小丁的鞋子 还有我的鞋子 你们能看到吗 很小很小 就是这个山尖尖那边那边是个遗址 那个遗址下面是瀑布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瀑布 就靠骨科业来冲击了 我们体能几乎已经快要见底了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观景台 电话就开始了 还是没看到瀑布 我看它了 看到了 朋友们看到那瀑布了吗 那个才是我们要去的 我们到了 好凉快啊 这个布真挺好看的 放一些细节给大家看 朋友们现在是早上5点5时 我们为什么这么早起呢 就是因为我们听说早起爬山 可以看到雪山 然后让你们看一下现在的天气 全是云 冰 还有雾 连太阳都看不见 你说点话呀 你这头发太重了 现在是早晨的6点多 我们要出发了 但在出发前 我就先召唤一下我的宝可梦 所以我在玩Pokemon GO 就是最近突然有个想法 就是我们既然在全世界不同地方旅居嘛 那我干脆就一边旅居一边 抓小精灵好了 所以我还能成为宝可梦大师 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理想嘛 召唤我的body啊 就这个游戏它其实除了是收集游戏 它也是个走路游戏 我要召唤我的body 我要跟我的body一起 哪去了 他来了 他来了 他是只小龙 所以现在他就可以跟我一起徒步了 我估计今天徒步完 他就可以升级了 我也不懂他怎么能走的比我快这么多 因为这三个月我已经一直在练拳击 在练体能了 但是 一爬山的时候 还是觉得不太行 我本来以为至少这次 我能速度跟他保持差不多的 结果发现我想太多了 我返超摊了 我返超摊了 你就这么点出息吧 好来 这边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但明显感觉海拔上升 特别冷 手都动了 看到我们此行的 这个终点站 在 那个 佼佼 因为它是一个门 所以能看到中间露空的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确认那个就是我们要学太阳之门 我早就在我们对面的山巅上 我以为已经快到了 因为我们已经爬两个半小时了 你晚了一步 怎么了 雪山 哇 雨雾挡起来了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我们现在就是在群山之爹 就走上这个台阶 然后眼前你看不到任何东西 就是天空 因为这个所谓的太阳之门 其实在安提斯的文化当中 就是通向天堂 因为在安提斯的文化当中分地下世界 现在的世界 还有上面的世界 然后这个就通向上面的世界的那个门 也就是天堂之门 就我站在这边就是 你知道吗 上面没有任何东西 就有一种 好像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一样 而且踩上这个台阶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就刚才我们爬了4个多小时 就是一直在走山路 现在突然出现了台阶 然后还有雷好的这个 这个门 我就觉得 太神奇了 是 这个Sun Gate 今天第一批游客 Cocca Leaf 它的谷克叶 哇哦 哇我觉得在这里如果做个Ceremony 我觉得很棒 对 这边打坐冥想也很好 对啊 这就是这儿啊 你看它这些设计的 这就是对 用来打坐 很多谷克叶在这边 然后这边就能看到整个的山谷 这就是我们住了很多个月的秘鲁圣谷 哇哈哈哈哈 太酷了 所有人都嗨了 因为他们说之前这边从来没有看到 这个是空洞啊 也是这边很神奇的一个神圣的动物 毕鲁之前我们来这个地方 我觉得真的太值得了 其实我觉得毕鲁这个 就是库斯哥这附近这个地方 真的是非常适合旅居的 因为旅居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徒步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适合 喜欢户外运动 然后以及喜欢一些身心灵性相关的人 来这边旅居的 如果你只是旅行的话 很可能你就来参观一下 马丘比丘啊 或者是彩虹山啊 这样你可能就直接离开了 毕鲁真的有很多地方 它就是在那能量特别的强 我觉得我们特别的感恩 能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 其实两年算起来 我们在这边差不多住了八个月了 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 还可以再来 真的 这边可以探索的地方真太多了 徒步了两天 我们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我们在网上看了一间特别造型 特别独特的酒店 嗨 嗨 第二天这个酒店的老板 也给我们介绍了这家私人酒店的很多设计细节 和他自己的故事 他在多年工作之后辞职去国外学习了建筑技巧 回到壁鲁后用两年时间设计 四年时间建造 到目前这个酒店还没有完全完工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他现在还在努力让这个酒店维持下去 还需要不断的还贷款 但是他说这个酒店就是他的人生理想 他一定会完成它 听到他的故事 我们真的很感动 看到了愿意去打磨一个好的设计 去勇敢实现人生理想的普通人 祝愿所有有梦想的人都能理想成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既然走了十几公里以后 我的body终于可以进化了 一起来见证这个场面吧 哇 哈哈哈哈 小龙变成了大龙 哈哈 这个颜色怎么变得这么黑 这么土啊 他不土亲爱的 你觉得这颜色很酷吗 好 大家恭喜一下小丁 耶 耶